台湾陆委会即停止小三通客船往来后 又在宣布10日起暂停两岸海运客运直航 也就是说10日两岸大小三通骑停 据台湾联合晚报9日报道 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6日起国际邮轮不得靠谱台湾港口后 岛内海运仅剩两岸海运 陆委会接着宣布10日起暂停小三通客运船舶往来 并于8日宣布取消两岸海运客运直航航线及航班 10日起实施 目前两岸海运仅剩货运直航及小三通货船未受影响 道内统计显示 目前大三通由中远之星等三家公司经营5条航线 去年12月总载客量约5000人 小三通共有4条航线 今年1月正常航班约为每天52班 日载客约4000人 每周约364航班 停航后取消所有航班 预计每月影响约12万人 除海运防疫升级外 10日起两岸航班仅剩5大主力航线 包括往返北京首都机场 上海浦东和洪桥机场 厦门高崎机场 以及成都双流机场的航线 其于两岸航线只4月29日停止客运服务 统计显示 2月原本1345个两岸航班 将直接砍掉762个航班 剩下583个 恐冲机超过11万人次 不仅如此台当局还持续对第一批 武汉反台台胞 出现一个确诊病例为由 阻挠剩余人员反台 据中国时报9日报道 陆委会对第二班反台胞机 开出新条件 提出由台方派遣飞机 并让台检疫人员随机前往 第部分将是之后两岸交涉的攻防重点 8日 武汉台办对台湾方面提出气问 包括为何台通报大陆的17个病例 仅这人没有公布年龄 性别 并表示这名确诊者这几天没有接受医治 目前联系不上 且她的太太对其确诊一无所惜 呼吁台湾配合大陆运送工作 不要再找各种借口阻挡台报回家 中国时报9日发表的一篇评论称 在大陆防控疫情的危难时刻 蔡英文当局不但没有及时伸出援手 反而第一时间下令禁止口罩出口 接着 吴玉景全面封杀大陆人士入境 其冷酷无情已经给大陆明星造成伤害 假防疫 真正值 联合报9日以此为题评论称 岛内声传有台湾游客 在越南被误认为来自大陆而被剧登岛 有心者于是解读为护照上的China惹了祸 故障修改护照 类似假防疫 真正值 无限上纲的操作 让人开了眼界 文章说戴口罩勤洗手 也阻绝不了政治疫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